冒险小队深入异域盗宝 寻觅上古文明 鬼神莫测的幽灵飞机 诡决南方的独虫蛇蝎 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 天下霸畅的长篇小说 《迷宗之国》 上期说到 为了寻找文士特种运输机 司马辉随着玉飞燕 进入了一片山谷 随对的缅甸人发现 在一片黑绿色的积水中 露出了一条死人胳膊 他想看看死人身上 有没有值钱的玩意 就上前一拽 只见一具黑乎乎的尸体 被他给勾了上来 尸体脸上的皮肉 完全枯萎塌陷 呈现乌黑的深酱色 形同一具 在沙漠中脱水而亡的干尸 而且嘴巴大张 眼窝深陷 物质保持着 临死前痛苦的面容 周身衣物都已消烂尽了 不知死了多少年月 也判断不出身份来历 一时间 大家伙都被这具尸体的惨样 吓得有些气气然 突然 玉飞燕队伍里的二把手 嘴里发出一阵 叽叽咕咕的声响 接着他的嘴部 突然向上下左右四边 分别裂开 看过日本电影《寄生寿美》 就和那玩意儿一样 脑袋瓜子裂成四瓣 里面还长得牙齿 他往前一清 直接就啃了旁边人的脑袋 湿了脑袋的那人 一时没有死透 胡乱挣扎间 手里拎的枪也走了火 一排子弹横扫出去 立刻撂到了身边几个同伴 其中一颗子弹 从一名缅甸人胸前贯穿 又击中了他身后背负的火焰喷射器的燃料罐 燃料罐当即发生了爆炸 周围的人根本躲闪不及 全被熊熊烈焰卷住 不小片刻 这支探险队就死了一半的人 不过幸好 那一边的二把手也被火焰吞噬 不然司马辉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可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成那样呢 司马辉偏头一看 他发现旁边积水里又浮起来好几具尸体 要说在野人山里失踪的人员难计其数 在水中发现几具尸体并不奇怪 可那浮尸却诡异得很 他们身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吸盘 司马辉顿时被惊得起了鸡皮疙瘩 好不容易缓和过来 司马辉这才看清 这哪里是什么尸体 那就是一只酷似人形的柬埔寨食人水质 他们又被称为女皇水质或质母 在柬埔寨境内所存最多 他们习惯寄生在腐尸死鱼体内 而质母最初附在什么活物身上 就可生得与那活物一般大小 如今放眼望去 那水池里起起伏伏的竟是柬埔寨食人质 母体又大的出奇 简直是恐怖至极 如此情形之下 探险队的人哪里还肯听玉飞燕的号令 他们这伙人本就是些乌合之众 也都是为了钱财来卖命的 虽然号称是要钱不要命 但丢掉了性命 要钱还有何用 眼看还没接近文士特种运输机 就已折损了许多兄弟 看看刚才二把手的样子 不是中了邪术 就是被深山老林里的恶鬼附体了 如果再往深处走 可能谁也回不去了 这样一想 他们直接叫嚣着不干了 寻着原路往回就逃 留在原地的 除了司马辉四个人 就只有玉飞燕和他的两名手下 几人面面相聚 一时间是心如死灰 那么司马辉将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呢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本系列的观众 记得多多点赞订阅本专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